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曼娟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所演唱的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 反反复复我不注意你傻 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 如果你懂请你别走 大街上大海走我都跟头 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 要多爱要多重全部接受 就是不见你的温柔 故事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有爱相信只有欢迎 故事每个真心都会有人珍惜 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故事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是你说过要我陪你到底真正 家家 当他梦也唱 我在网络上有看到在教师节的时候的 一位作家瞿心仪 也就是写过了 《说好一起老》这本书的作者 他也曾经来到我们的 《幸福号列车》的节目 那么他在教师节的时候 他发了一篇文章 提到了自己的故事 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感动 所以征求了他的同意 就在今天的《幸福号列车》 来朗读一下他这篇文章 他说 是他挽救了我差点坏掉的人生 郑老师是我国二国三的班导师 也是国文老师 我国中的时候很玩劣 加上父母天天吵架 我有气无处发 只好到学校乱搞一通 虽然功课好 却是个麻烦学生 加到我这样的学生很倒霉 被放弃也是自然的 但是我的班导师没有放弃我 尽管我玩劣不明 有一次考试完 郑老师发考卷给我时 特别对我说 你上课不要再跟隔壁的某某某说话了 他成绩退步 爸爸都来关心了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火气 冲着老师说 笑话 他成绩退步是他的问题 关我什么事 怎么我就进步了 我怒气冲天 走回座位 狠狠地摔椅子 郑老师把我叫回讲台 要我重新走一次 这回我没摔椅子 但我摔考卷跟铅笔盒 于是我又被叫回讲台 重新走一次 这回我只摔手帕 然后趴在桌子上大哭 写文的此刻我才惊觉 天哪 我那样跟老师直接对冲还大哭 班上的同学应该很尴尬吧 又一次为了一件小事 我竟然坏到在点名本上 写脏话骂老师 点名本是每天中会时 都要教回学校的 全校很多人都会看到 自然也会看到那一段骂老师的话 老师后来当然知道 是我搞出来的 我忘了这件事怎么解决 只记得他叫我把那些脏话擦干净 就很宽容地放过我 没有责骂 也没有记警告 小过 不久后 上学路上的一面大墙 又写了骂他的话 他在班会时问 是不是我写的 我说不是我 上次你告诉我这样不对 我就知道了 我不会再做 他无条件地相信了 那种信任很珍贵 因为很坏的我 第一次知道 原来只要我诚实 真的会有人相信 国三开始 老师每天早自习 都把我叫出去啃谈 多半是关心一下生活状况 考试成绩等等 其实我早就忘记内容了 只记得是很多很多的关心 对一个青春期爆充的小孩来说 虽然一开始很厌烦 但每日每日的关心 我渐渐变得柔软了 渐渐听得近老师的话 我是个很容易晃神的小孩 大人说的话全部汪光光 但是我一直记得上国文课时 每一篇课文回家都要写大意 郑老师会特意说 徐欣仪不用写 她都会了 我心里有小小的得意 国三下学期的某堂家政课 好像在缝手筋吧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突然想起就要高中联考了 我叛逆了三年 书都没有好好念 就算在A段班 应该也考不上任何学校了 我缝着缝着悲从中来 越想越难过 突然嚎啕大哭 同学以为我生病 把班导师找来 那天下雨 班导师帮我借了一件雨衣 骑机车送我回家 她在家门口跟我妈说 她是个好孩子 要多关心她 那个下雨天是我的重要转折 如果不是因为郑老师的温暖 已经歪掉的我 应该会整个折断 掉入深渊吧 她竟然对顽劣的我这么好 这份善意 让我有勇气好好面对世界 她每天早上 持续跟我说话 不管我脸多臭 她都不退缩 就这么说了一年 她知道我犯错 却宽容大度地原谅我 她知道我快要坏掉了 所以守护我 但我还是坏 还是怕 国中毕业前夕 我故意试探她 老师问我毕业有什么打算 我假装不在乎地说 哦 就随便找一间职业学校混一混 学一点技术好了 我其实是恶意的 在注重升学的当年 考高中才是正途 特别是A段班的学生 一定要努力考上公立学校 我这么说 老师应该会失望吧 没想到她笑笑地说 很好耶 学个一技之长 以后出社会就不用怕了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 会无条件地宽容你 善待你 我以前以为能够好好活下来 靠的是运气 在坏掉的那一瞬间 我没有掉下去 没有走到一条崎岖 邪恶坏掉的路 但想起郑老师 我突然明白 不只是运气 而是一路上 有这么好的人 温暖地 扶着歪歪的我 让我好好长大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 这是由光良和曹哥所演唱的《少年》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 热闹还暗闲 记忆中的那个少年 骄傲的宣言 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 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一切看起来倒不会太遥远 转眼之间 忘了几年 轻浮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 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系列 我们不曾妥协 到春的青少年 在班上捣乱 总是想要激怒老师 总是想要试探老师 明明也许心里是很在乎老师的 可是总是要摆出一副 我一点都不在乎你的冷漠的表情 骑着机车 在道路上面奔驰的老师 总是使我想到曾经是我的学生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棒的老师 他也是我们今天听见教师力 邀请的这位龙门国中的陈建华老师 建华老师你好 大家好 我是建华老师 我刚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真的 我那时候看到我就想到你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那个骑着机车的那个老师 就很像是你这么多年来 一直就是骑着机车 也许是在教学的路上奔波 也许是要去找那个不在学校的老师 学生等等之类的故事 先来说一下你是怎么成为一个老师的 因为建华其实是我的学生 我认识你的时候是在1998年 当时我刚从香港回来 然后我记得说在中文系的课堂上面 就遇见了建华 那时候的建华呢 我真的不知道你后来会变成一个老师 你知道吗 现在看不出来你会变成一个老师 这样讲有点过分 就算是现在吧 也是有时候有些人也会说 建华看起来好像很凶的样子 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可是其实真的认识他就觉得说 他根本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双鱼座的温暖的暖男 可是来谈谈你的教师路吧 你是怎么一路变成了一个老师的 你以前就觉得你要当老师吗 还是因为看到了我之后 才觉得想要当老师呢 当然是这样 很好的学生很乖 来说说你的教师路 我觉得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要走老师这条路 那我觉得大学这个那一段 校园生活给我很大的改变 譬如说那时候我很投入社团 那在社团当中我们都会担任一些干部的职务嘛 那我那时候是当美宣主 那你总是要 你有每一年都要招新生 然后要培养那个接替工作的人 那那时候就必须帮社团的学弟妹开课 那那时候我就帮学弟妹开美功课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说 在教了学弟妹之后 他们有所成长 我觉得那种成就感 很多是无法代替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在想说 好像念完中文系都 有点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 那我就开始思考说 那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 投入教学这一块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计划的 打听修学程相关的资讯这样子 那后来也很 也很顺利的进入教育学程序修学分 然后再出来实习这样子 可是你原先并不是在台北嘛 对不对 你原先工作的时候是在花莲 我最早有印象好像觉得是不是在花莲 那个时间有点错乱 应该是说我实习结束之后就去当兵 那当兵就刚好是做教育替代役 所以那时候才去花莲 然后主要工作就是在学校辅导中错生 因为有教师证的原因 对对对 好那你现在来到龙门教国中生 也已经有十年了吗 对十年了 其实这十年来我觉得变化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十年来的孩子 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在教学现场 我觉得十年前的国中生 跟现在的国中生是很不一样的 你觉得呢 差异非常大 差在哪里呢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 第一个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无力感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以前如果说十年前的孩子 他们可能会知道说 他们要努力拼机策 努力念书 对 可是现在小孩子连念书这件事 都已经乏力了 所以我觉得是最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好像看不到未来 没有人生的目标了 对 这件事很可怕 我觉得这也是现场老师 在教育工作上 我觉得很无力的一点 因为这是社会世界潮流 要讲潮流嘛 就是一个世界状况 社会状况 而现在的老师 比起以前的老师来说 我觉得还要花费很多的心力 去应付其实不是学生 而是家长 对 这也是你们现在在第一线的老师 会觉得很吃力的事吗 当然 戒胜恐惧的事 对不对 动不动可能就会被告 感觉很可怕吧 我可能要先很感谢 是我这十年来遇到 都是很nice的家长 都没有人告你就对了 太幸运了 我遇到很多家长 其实都还蛮协助我的 但是我觉得一刚开始 第一次接触到家长的时候 我都会让他们知道说 你们要相信我 当你们不相信我的时候 我们那个没有信任的基础 其实我们很难去带好 我们的孩子 没错 所以如果当家长 不信任一个老师的时候 通常那个教学 教育工作就很难进行 可是你知道现在家长都很焦虑 我想你在教学现场 有感受到家长的焦虑 那现在家长的焦虑 很多是来自于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 可能在学校里面 被老师不是很公平的对待过 所以就会有一种那种 你知道就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吵神 怕很久 觉得我的小孩 说不定在学校里面 也没有被老师好好对待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 防御心过强的那种状况 我想现在教育中 现场现况 恐怕跟现在是 你如果你的孩子 是国中阶段的家长 你可能要想一想 你读国中那个时代 跟现在其实已经差很久了 现在整个环境 其实改变很多了 而且我认为那种过去 我们认为很 二职的老师 其实已经减少减少到 很少的状况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我认为这个状况 其实现在现况跟 我们念书那个时候 已经改变很多了 所以家长可以更放心一点 我觉得现在家长不太放心的 恐怕是他们对于自己孩子 以后成长的那种焦虑吧 所以那些会投射到 教他的人身上 没错 好我们现在赶快就来进入 今天要跟建华老师 聊了几个主题 因为建华老师他 就像刚刚前面讲到的嘛 之前你在花莲的时候 也曾经有辅导过中措生 所以你遇到比较多的是 校园里面学生在学习环境中 会遇到的问题 比方说如果孩子被霸凌 或者是被排挤等等之类 或者是中措生 要怎么样去辅导等等之类的 就先来谈谈霸凌跟排挤 霸凌跟排挤是两回事吗 理论上它应该是不同概念 但是通常这两个概念会 如果出现的时候 通常都会同时出现 等于就是说有人被欺负 然后也欺负人的一方 不管是霸凌或排挤 那只是用词上 我认为只是稍微不同而已 那你觉得在学校里面 发生霸凌的事件的时候 谁的责任是最大的 我觉得讲责任 这件事会很沉重 因为我觉得大人都有责任 对 我觉得大人都有责任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必须教孩子 他也要负责 你是说霸凌别人还是被霸凌的 因为我最近听到一种说法是说 有些人会告诉被霸凌的人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自己应该想为什么别人要霸凌你呢 有类似这样的说法 你同意吗 我同意 通常事出必有因 很多被霸凌孩子 他其实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霸凌 可是当我们要告诉他 你为什么被霸凌的时候 通常那都会牵涉到他 人格特质上的某些问题 那 譬如说我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 那如果有一群同事讨厌我 那其实 如果有一个人要跟我说 陈建华 就是你脾气很不好 我觉得当一个人要被 要接受别人 讲出你的缺点的时候 那是一件很 你当事要接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那尤其是 如果是国中 对 高中阶段的孩子 他们恐怕 第一个他们不一定会理解 他的缺点为什么是 是这样 或是他这是缺点吗 有些孩子是没有 没有认知他这样是缺点 他不觉得他这样有什么问题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家长也不一定 接受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状况是 家长其实并不了解 他的孩子在 学校跟在家里是不同状态 对我一定要讲这件事 我真的看到很多国中生 青少年在家里的样子 跟在学校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是很会演也很大 我觉得小朋友这很厉害 也不能说他们演很大 他们恐怕在不同人面前 就要展现不同的样子 演技非常之好 有没有 他可能面对四五个人 就四五种不同的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要 要借这个机会谈一下说 其实霸凌或者是排挤 这种事发生的时候 身为老师 到底有没有能力解决 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 对 因为事实上在学校这个环境里面 跟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最成熟 人格发展 最健全的 而且应该负担最大责任的 应该就是老师 可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后来越演越烈 或者甚至发生悲剧的状况 常常是 老师不是介入太多 就是没有 没有去关心 或者没有介入 所以到底老师的介入 应该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这个拿捏恐怕也是一件 蛮困难的事情 我在想如果这个事情 发生在我自己的班上的时候 我也会很好好的去思考 到底要不要介入 还要怎么样来介入 你跑得很快 你害怕身体的腐坏 你不知道 生命是不是一种循环 你妥协了你的现在 去迷不过去的遗憾 你所谓将来的未来 换句话说 不过是现在 我会需要你的答案 因为你告诉我 你会勇敢 你所大臣这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现在听到这是来吧 贝贝所演唱的 你可以在我面前坦白 今天呢 我们的听见教师力单元 邀请到的是龙门国中的 陈建华老师 顾字旁的话 陈建华老师 好 建华老师我们刚讲到这个 霸凌的问题 老师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老师不处理好像不行 对 应该要处理 这是我们的责任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处理 你有一个还蛮悲惨的例子 要跟我们分享 这个例子 是我以前在别的学校看到的 就是说 那个那一位女老师 她班上正好出现 女同学之间的争吵 就是一个小团体 就这小团体有一个 有一个同学被排挤出来了 那她就 这孩子就每天失魂落魄 因为在国中阶段 对孩子最重要 根本就是同财 没错 那这个老师就 就发现这个状况 然后就开始关心 这个被排挤出来的女孩子 那其实这个 据我后来了解 这个老师其实也没有 对于这一个 被排挤出来的女同学 这个同学 有要求她做任何事情 就是纯粹关心 那这个老师其实她也蛮焦虑的 为什么这个状 这个状况她要这么处理 对 那后来 有一天突然间 他们这个小团体 和好了 可是这老师在不知道状况之下 他还是很关心这个女同学 就把这个女同学再找出来 就原本 其他人就觉得说 老师为什么要找 找他们这个同伴 他们就开始误解 误解 老师你是在挑拨 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最后变成这一群 女同学 一起 拍挤老师 霸凌老师 老师好惨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 哇那真的很困难 就是老师到底介入 什么时期要介入 对 然后介入多深 然后我们根本对于孩子之间 私底下的那个来往 我们根本是很难掌控 对 完全不太了解 因为现在他们的生活是 生活在FB 生活在LINE上 那个都是可以 可以成为群组 隐秘的群组 所以现在的老师 其实很难去掌控 所谓的掌握 学生之间 他们私底下的状况 对 尤其是 国中阶段 跟国小不一样 有些家人会误解说 国中跟国小一样 因为国小是 老师是包班制 可是国中是分科 所以变成说 其实我就算是 这一个班级的导师 我有时候一天 可能只见到我的学生 一节课 就我去上那一节课 所以他根本不是 每天都陪在孩子身边 现在原来已经是这样 就是国中 他是分科教学的 所以孩子可能一整天 我们班有一次 有一年 他们就是一天七堂课 他们每一堂课 在不同地方上课 所以他们就快疯掉 说老师 为什么我们的课表是这样 我说我也找不到你们 就是其实国中 国中跟国小不太一样 那现在的社会状况 氛围或者是 生活的模式 也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现在老师要掌握 或掌握住孩子的 那种生活上的讯息 是很难的 尤其是网路上那一块 所以老师也很难去了解 孩子发生事件的全貌 所以每次有霸凌 或排挤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事实上每一次 问的状况 我认为大概都只能够 问出十分之二三 那就很可怕 有大概七八成 是我们问不到的 那那些事恐怕 你要很多年之后 有学生回来 再告诉说 老师当年那个什么什么 其实是怎么样 其实是怎么样 对 说实在 我觉得现在老师 真的在教学现场 他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如果家长 他不幸孩子 遇到这种状况 我都会觉得说 老师其实他能够介入的 程度也很困难 所以我都会 我后来有思考过 到底我们要怎么 积极处理这种状况 我后来归纳出 霸凌或排挤 其实他们在发生 类似这样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 很特殊的模式 那我后来都会 这样来教孩子 国中孩子 他们常常都是用 秘密来交换友情 那我都 我从几年前 我就开始教孩子说 从他们七年级进来 我就会说 你们千万不要用秘密 你的内心很深沉的 一个秘密 或甚至是很黑暗的 一个秘密 去交换友情 对 因为如果你都不知道 哪一天 你的好朋友 跟你争吵的时候 他会拿你的秘密 来伤害你 其实那种 那种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人 都无法解决了 对 因为伤害就造成 对 所以我都跟孩子说 你千万不要用秘密 交换友情 对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 要逼你拿秘密 来交换友情 我跟你交换一个 我的秘密 我就会劝他们说 那你就不要 这样的朋友 你就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 因为你都不知道 哪一天 他会拿你的秘密 来伤害你 对 那反扑的力量就在 就伤害就在你自己身上了 所以 我们只能做预防 那真的发生的时候 其实很难处理 那 如果成人就可以想象了 当你在一个工作环境 一群人 一群人 如果你是那一个被霸凌者 被排击者 说实在你的老板 也无法处理 真的 真的是如此 所以他放在学校 事实上 老师能够处理的 范围也很小 然后处理的成效 也很有限 所以我都会一直 不断跟这样说 你们要 你们要随时关心 或不断关心 你们孩子在 任何地方的言行举止 包含在网路上 包含在家里 或在学校 对 然后还要信任老师 因为当家长 不信任老师的时候 那真的 这种事一发生 很难处理 他根本就无解 我只能这么说 他就无解了 好 所以这个是关于霸凌 还有排挤的问题 再来谈一谈 建华老师 你们当初 在怎么样来辅导 这些忠措生 其实忠措生 一直是我们教育现场里面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不对 我认为 那忠措生 其实如果以全国来讲 他严重的程度 恐怕 以前是在那个后山 就滑通 那我觉得那是有 特殊环境的 关系的 他才会造成这样 那我会跟忠措生 这一块接触 就在于说 我是当教育替代役 然后那时候被分拔到花莲 然后那时候就知道自己的任务 就是要把这些逃离学校的孩子找回来 那可是 其实我觉得任何训练 或者是任何理论教你的 都来不及你实际去接触孩子 去遇到的那些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 其实当老师也知道 你学过教育学 在你教学现场很少用得到 真的是如此 没错 忠措生大概就是 我那时候会开始去找 去家房 去找任何线索 要把孩子找回来的时候 那通常都花很多心力 你觉得忠措生的问题 到底是出在学校 还是出在孩子们的家庭 我觉得9成9都是家庭造成的 对 所以大概是什么样的家庭因素 会造成忠措生 就造成这些孩子们逃离学校呢 我觉得就是家庭失去照顾的功能 就家庭失能了就对了 所以我曾经遇过一个孩子 他父母就被追债 逃到大陆 然后那个债主会来学校等孩子 这太夸张了 然后那时候为了保护这个孩子 我每天都跟在他后面 陪他回家 你很适合做这个角色 你只要穿上一袭黑衣有没有 大家就 不行 我被误论是要抓他那个坏人 真的 太像黑道了 那时候陪他 就我就 我也没有跟那个孩子讲 我就每天他只要一出校门 我就我就换装 因为不能穿那个替代制服 我就换装 然后就默默跟在他后面 直到他回到他外婆家 因为他不知道 我没有告诉他 感人 然后就 因为我们我们收到讯息 就是再主要抓孩子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跟警政单位联系 有跟那个少年队 说这个孩子他可能有危险 那后来我们就想办法帮这个孩子转换环境 后来帮他换了不同的学校 是吗 换了地方 让那个债主找不到 没有办法来找他 因为爸妈已经跑到大陆了 所以 所以这就是家庭功能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孩子曾经 曾经不来 就没有来学校一阵子 找回来之后 再让他稳定下来 他很正常上学 可是当他正常上学之后 我们才发现有再主要抓这孩子 我们就很担心 这个简直就是比戏剧还要戏剧化 这些故事 光是中错生的故事 我觉得就可以演一个好多集的那种 单元连续剧 每个中错生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可是你曾经说过 中错生他们又很喜欢在校园的周围逗留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如果真的接触过这些孩子 他们很喜欢逃离学校 可是在学校外面看 同学在里面玩 那是一种什么心态 就是我可以跳脱一个拘束 我自由了 可是我内心又寂寞的 想要看着你们 所以通常我们找中错生 第一个会先找学校周边的地方 那包含如果有网咖 先去找 因为这些孩子基本上大概有八九成都会在学校附近逗留 因为他们还是寂寞的 所以孩子是他们是需要温暖的 没错 所以所谓的中错生也不见得真的是不想去学校 或者是讨厌学校 其实他们背后有很多的因素 待会我们再请陈建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们曾经在寻找中错生的过程之中发生过 哪一些惊险或是感人的故事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小哈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邀请到的是龙门国中的陈建华老师 建华老师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当替代役的教育役 对不对 是不是 副教育役的时候 你其实就是一个去把中错生找回校园的神圣实命的一个担当者 对吧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后来有一些学长学弟他们后来都觉得说做这件工作其实蛮有意义 对 真的 因为有些孩子我们曾经遇过那个国二的女孩子被被妈妈卖到去檳榔摊当檳榔戏师我们去把他找回来然后就通报社会局因为你不能让他未成年之外你其实让他在那种那么小就就在那种环境成长那其实是很不好的 好来说一说你们去满山野满海边满水边去找中错生有哪一些故事 我以前在花莲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责任区 那我刚开始我责任区有到寿风乡 你的管区就对了 寿风乡那边有一个鲤鱼坛 那时候我有一个中错生 他家里就住在鲤鱼坛对面的山上 那有一次我就是为了去找他我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就爬爬爬 我发现那个山越爬越动 然后就甚至我的摩托车都差点骑不上去了 结果一翻过那个山之后 其实到了山头 我已经隐约看到他家了 就在另外一边的山脚下 可是我正在找寻下去的路 结果就发现往下骑慢慢找 结果差点不小心就骑到河流中了 因为那个山边就有一些河流 而且你对那个地形都不熟 其实不熟 对 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有督导 我们督导就说 你们这样没有保险还要去做这些工作 没有保险还要去做这个 对 那时候我们督导还很想尽他的人脉关系 去帮我们找了 愿意帮我们保险的某家保险公司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能投保 可是事实上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是高危险的工作 对 光是刚才前面讲那个那个小朋友爸爸妈妈都跑掉 然后讨在公司来找来学校里面找他 你还要在后面跟着他回家 那个不是就很危险吗 对 那其实但是我们我们那时候都跟警政单位有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有什么状况 比如说我那时候有一个少年队的警员 他人就很好 他就说 建华你电话 我的电话你记住 你什么时间打给我 我马上回应你 真是人间处处有问题 对 你们有一个学弟也是伏涕待遇的 对 对 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对不对 那个故事已经到我快退伍的时候了 我退伍 我快退伍之前大概就不太会出去 找人 因为我的学生大概我的责任区我都掌握住了 大概知道人在哪里 对 那我有一个学弟他就划分了区域在那个秀岭乡 接近泰鲁格那边那山上 那他们要去找一个国小三年级的中错生 国小三年级就已经中错生了 对中错 然后他们知道在山上哪里 那后来他们就约了几个替代艺男 找了某一天 然后也大概确定那个孩子在山上哪里 然后他们就 他们师傅还跟我说 学长我们还各自伪装 有一种打游击战的感觉 他们说他们去山上找这个孩子 结果他们有找到 把他带下来了 那他们他们就回来就跟我说 学长我们发现这孩子不用下来 因为他有一把猎刀 他在山上就可以自己过活一个多月 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孩子 带着一把猎刀在山上可以过一个多月 对 真的那下山干嘛 他已经泰山了 对 就可以了吗 对 干嘛要下山 虽然学弟很得意跟我说 他们把泰山找回来 把泰山找回来 让他坐在学校里读书 感觉怪怪的 对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因为中错入学条 就是那个强迫入学条例 他就规定 九年 九年 九年义务教育 就是一定要把这九年课上完 可是有时候我们找回来都会觉得说 完蛋了 他回到学校他已经做不做 对 没错 因为他已经学会了更厉害的东西 对 我们后来有时候就想办法让这些 有特殊技能孩子回学校 教学校他比他更小的小孩 一些特殊技能 这是一个好办法 比如说木雕 比如说就让他们有事做 对 可能对他们要念国音术 理化这些东西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觉得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 就学科对他来讲可能没有意义 但是真的 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其他应该要知道的事情 所以不是一定要把所有的孩子 都放进那个国音术 这一类的学科里面去 对不对 我们最后来讲一下 关于代科老师这件事情 我觉得建华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我不止一次常看到他 都会在自己的脸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平台上面说 如果有一些年轻的老师 想要担任老师这个工作 我很愿意来帮你们做一些培训 所以你也是非常在意老师的传承 可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环境里面 有一种老师叫做代科老师 对 而且代科老师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 因为那是少子化之后 原来控管 所以教育部教育局都 控管各校不能聘满 聘满老师 所以正式老师 他就被控制 都是不够就对了 对 虽然不够的科目就必须聘代科 这目前的现况 这也不是学校愿意 但是代科老师 也许有些家长或者是学生 听到代科老师就觉得 是不是比较不够专业的老师 会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对 我的班上就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案例 之前的学生 他们在七年级的时候 请了 我们班有一个生物老师 他是代科老师 那通常学生上了一阵子的课 我就跟他们谈谈 他们跟各科老师的互动 对 那就有一个孩子 他就觉得说 他觉得生物老师不会教 那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不会教 对 他的理由是 因为他是代科老师 哦 那我就 其实我那时候有一股火 火烧 我就耐着性子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位代科老师 是我们学校主任去求来的 嗯 那这位老师 为什么他叫代科老师 因为他是退休老师 那他退休之后 我们学校找不到好的师资 那主任透过人脉 去找了一些优秀的退休老师 而且人家以前在他的原学校 是名师 所以他现在叫代科老师 只是因为他第一个他退休了 对 他回来 他来我们学校帮忙 叫代科 对 但是他的教学能力是很好的 甚至我们有很多 很多其他老师 可能都要跟他请教一些问题 哇 那学生一听到这话之后 是不是再走回教 就觉得 哇 我觉得我这老师超厉害的 好会教哦 我觉得这种心态 可能要改变 其实我们学校 现在也有很多代科老师 非常优秀 但背科也很认真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学习态度吧 而不是站在你面前 那个人 他的名称是什么 对 没错 我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龙门国中 陈建华老师 作为一个国文老师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老师 在书法的艺术 或者是在这个美术的功力上面 都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看到很多老师 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教学 而且一直不断的努力 去学很多新的东西 让自己在各方面 都有很好的提升 也是很感动的事情 非常谢谢建华老师 请你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听到的 这是浩恩嘉嘉所演唱的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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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感谢你 搭成今天的幸福好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君 我们周末快乐咯 拜拜 拜拜 地头看我自己的脚步 请你等等我 放慢你的速度 确定这是爱的意图 孤单挡住我的路 挡住我的路 你说爱可以领悟 我说爱